民数记 第三十四章 耶和华小玉摩西 你吩咐以色列人说 你们到了迦南地 就是归你们为业的迦南四境之地 南角要从寻的旷野 贴着以东的边界 南界要从沿海东头起 绕到亚克拉宾坡的南边 接连到巡 直通到加迪斯巴尼亚的南边 又通到哈萨亚达 接连到亚门 从亚门转到埃及小河 直通到海为止 西边要以大海为界 这就是你们的西界 北界要从大海起 画到荷尔山 从荷尔山画到哈马口 通到西达达 又通到西斐伦 直到哈萨以南 这要做你们的北界 你们要从哈萨以南 画到士藩为东界 这界要从士藩 下到亚岩东边的利比拉 又要达到基尼列湖的东边 这界要下到约旦河 通到沿海为止 这四围的边界以内 要做你们的地 摩西吩咐以色列人 这地就是耶和华吩咐 连纠给九个半支派 承受违业的 因为流变支派和加德支派 按着宗族收了产业 马拿西半个支派 也收了产业 这两个半支派 已经在耶利哥对面 约旦河东 向日出之地收了产业 耶和华小玉摩西 要给你们分地为业之人的名字 是祭司以利亚萨 和嫩的儿子约书亚 又要从每支派中 选一个首领帮助他们 这些人的名字 犹大支派 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 西免支派 有雅米呼的儿子士姆利 汴雅敏之派 有基斯伦的儿子 以利达 旦之派有一个首领 约利的儿子布基 约瑟的子孙 马拿西之派 有一个首领 以弗的儿子汉涅 以法连之派 有一个首领 石复旦的儿子 基姆利 西布伦之派 有一个首领 帕纳的儿子 以利萨帆 以萨迦之派 有一个首领 阿萨的儿子 帕铁 亚瑟之派 有一个首领 士罗米的儿子 亚西乎 拿福他利之派 有一个首领 亚米呼的儿子 比大黑 这些人 就是耶和华所吩咐 在迦南地 把产业分给 以色列人的 史图行传 第五章 有一个人 名叫亚拿尼亚 同他的妻子 萨菲拉 卖了田产 把嫁营私自 留下几分 他的妻子也知道 其余的几分 拿来放在 使徒脚前 彼得说 亚拿尼亚 为什么撒旦 充满了你的心 叫你弃哄圣灵 把田地的嫁营 私自留下几分呢 田地还没有卖 不是你自己的吗 既卖了 嫁营不是你做主吗 你怎么心里 起这意念呢 你不是气哄人 是气哄神了 亚拿尼亚听见这话 就扑倒 断了气 听见的人 都甚惧怕 有些少年人起来 把他包裹 抬出去埋葬了 约过了三小时 他的妻子进来 还不知道这事 彼得对他说 你告诉我 你们卖田地的嫁营 就是这些吗 就是这些 你们为什么 同心试探主的灵呢 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 已到门口 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 富人立刻 扑倒在彼得脚前 断了气 那些少年人进来 见他已经死了 就抬出去 埋在他丈夫旁边 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 都甚惧怕 主见使徒的手 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 他们都同心合意地 在所罗门的廊下 其余的人 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 百姓却尊重他们 信而归主的人 越发增添 连男带女很多 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 放在床上或褥子上 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 或者得他的影儿 照在什么人身上 还有许多人 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 从耶路撒冷思维的诚意来 全都得了医治 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仁 就是萨都该叫门的人 都起来满心记恨 就下手拿住使徒 收在外间 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街门 领他们出来 说 你们去站在殿里 把这生命的道 都讲给百姓听 使徒听了这话 天将亮的时候 就进殿里去教训人 大祭司和他的同仁来了 叫其工会的人 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 就差人到殿里去 要把使徒提出来 但差役一到了 不见他们在殿里 就回来禀报 我们看见监牢官的极妥当 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 即使开了门 里面一个人都不见 守殿官和祭司长 听见这话 心里犯难 不知这事将来如何 有一个人来禀报说 你们收在监里的人 现在正在殿里教训百姓 于是守殿官和差役 去带使徒来 并没有用强暴 因为怕百姓 用石头打他们 带到了 便叫使徒站在工会前 大祭司问他们 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 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 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 充满了耶路撒冷 想要叫这人的血 归到我们身上 彼得和众使徒回答 顺从神 不顺从人 是应当的 你们挂在木头上 杀害的耶稣 我们主动的神 已经叫祂复活 神且用右手将祂高举 叫祂做君王 做救主 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 给以色列人 我们为这事做见证 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 也为这事做见证 工会的人听见 就极其恼怒 想要杀他们 但有一个法利赛人 名叫加玛列 是中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 在工会中站起来 吩咐人把使徒 暂且带到外面去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呐 论到这些人 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 从前丢大起来 自夸为大 服从他的人约有四百 他被杀后 服从他的全都散了 归于无有 此后 报名上策的时候 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 引诱些百姓跟从他 他也灭亡 服从他的人 也都四散了 现在 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 任凭他们吧 他们所谋的 所行的 若是出于人 必要败坏 若是出于神 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 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 工会的人听从了他 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 又吩咐他们 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 就把他们释放了 他们离开工会 心里欢喜 因被算是 配位这名受入 他们就每日在店里 在家里 不住地教训人 传耶稣是基督 诗篇 第八十九篇 以色拉人 以探的训会诗 我要歌唱 耶和华的慈爱 直到永远 我要用口 将你的信实 传于万代 因我曾述 你的慈悲 必建立到永远 你的信实 必建立在天上 我与我所拣选的人 立了约 向我的仆人大卫 起了誓 我要建立你的后裔 直到永远 要建立你的宝座 直到万代 耶和华 诸天要称赞你的骑士 在圣者的慧中 要称赞你的信实 在天空 谁能比耶和华呢 神的重子中 谁能向耶和华呢 他在圣者的慧中 是大有威严的神 比一切在他思维的 更可畏惧 耶和华 万君之神啊 哪一个大能者 像你耶和华 你的信实 是在你的思维 你管辖海的狂傲 波浪翻腾 你就使他平静了 你打碎了拉哈勃 似乎是以杀的人 你用有能的绑币 打散了你的仇敌 天属你 地也属你 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 都为你所建立 南北 为你所创造 塔勃和黑门 都因你的名欢呼 你有大能的绑币 你的手有力 你的右手也高举 公义和公平 是你宝座的根基 慈爱和诚实 行在你前面 知道向你欢呼的 那名是有福的 耶和华 他们在你脸上的光丽 行走 他们因你的名 终日欢乐 因你的公义 得以高举 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 因为你喜悦我们 我们的脚 必备高举 我们的盾牌 属耶和华 我们的王 属以色列的圣者 当时 你在意象中 小御你的圣名说 我已把救助之力 夹在那有能者的身上 我高举那 从民中所拣选的 我寻得我的仆人大位 用我的圣高告他 我的手 必使他尖利 我的绑壁 也必坚固他 仇敌 必不勒索他 凶恶之子 也不苦害他 我要在他面前 打碎他的敌人 击杀那恨他的人 只是我的信实 和我的慈爱 要与他同在 因我的名 他的脚 必备高举 我要使他的左手 伸到海上 右手伸到河上 他要称呼我说 你是我的父 是我的神 是拯救我的磐石 我也要立他为长子 为世上最高的君王 我要为他 存留我的慈爱 直到永远 我与他立的约 必要坚定 为要使他的后裔 存到永远 使他的宝座 如天之景 倘若他的子孙 离弃我的律法 不照我的典章行 背弃我的律例 不遵守我的诫命 我就要用杖 责罚他们的过犯 用鞭 责罚他们的罪孽 只是 我必不将我的慈爱 全然受回 也必不将我的信使废弃 我必不背弃我的约 也不改变 我口中所出的 我一次指着 自己的圣洁骑士 我绝不向大卫说话 他的后裔 要存到永远 他的宝座 在我面前 如日之恒一般 又如月亮 永远坚立 如天上 确实的见证 但你恼弄你的寿高者 就丢掉弃绝他 你厌恶了 与仆人所立的约 将他的冠冕 践踏于地 你拆毁了 他一切的篱笆 使他的宝杖 变为慌张 凡过路的人 都抢过他 他成为 邻邦的羞辱 你高举了 他敌人的右手 你叫他 一切的仇敌欢喜 你叫他的 刀剑卷刃 叫他在 争战之中 站立不住 你使他的 光辉止息 将他的宝座 推倒于地 你减少 他青年的日子 又使他蒙袖 耶和华 这要到几时呢 你要将自己 隐藏到永远吗 你的愤怒 如火焚烧 要到几时呢 求你想念我的时候 是何等的短赏 你创造世人 要是他们归何等的虚空呢 谁能长活免死 救他的灵魂 脱离阴间的权柄 主啊 你从前凭你的信实 向大魏立誓 要施行的慈爱 在哪里呢 主啊 求你纪念仆人们 所受的羞辱 纪念我怎样 将一切强盛民的羞辱 存在我怀里 耶和华 你的仇敌用这羞辱 羞辱了你的仆人 羞辱了你受高者的矫纵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 阿们